前总理李克强在10月底离奇死亡后 政治老人们都没有出现在他的葬礼上 在中共内政外交麻烦不断 疫情又起之际 退休十多年的温家宝突然露灭 让人议论纷纷 前不久香港媒体突然登出一张 81岁的温家宝的照片 照片是他携夫人与地质矿产部老上司 朱迅夫妇的合影 按照中共的规矩 退休的政治老人要露灭 必须经过中央办公厅的允许 传递当局某种政治信号 那么温家宝此次露灭 对当局有什么意义呢 温家宝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 他历经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 三朝而不倒 见证了中共改革之死 也曾发出天鹅临死前般的悲鸣 特别是他在八九学院时的表现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温家宝出生在天津北的一星父 温家宝的祖父温盈市在1920年代 是当地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 叔祖则是天津市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 温家宝的父母都是教师 按温家宝的话说 他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 1940年代 正是中国的战乱时期 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华北 日本投降后又发生了国共内战 温家所有房屋 以及他祖父亲手办的小学 都被战火烧毁 全家逃到天津市区租房住下 苦难给温家宝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60年 温家宝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 考入了北京地质学院 文革初期的1968年 读完研究生的温家宝报名 去了甘肃九泉地质局 作为地质专业研究生 他在当时的地质队 是比较罕见的高材和技术骨干 期间 他跟毕业于兰州大学的张培丽结了婚 后来他被提拔到甘肃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 温家宝的家庭成分不够红色 父亲在文革中被判刑 按照正常轨迹 他不太可能在中共体制内走上仕途之路 然而天象的变化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1980年8月 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 知识化 专业化 一大批知识界精英得到了翻身的机会 温家宝也是其中一员 他被时任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相忠了 孙大光选才重视实干 他到全国考察找人 看上了温家宝 1982年 40岁的温家宝调任北京的地质矿产部 一年后升任副部长 三年后的1985年 急于再一次找到了温家宝 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要求中组部物色一个副部级以上高学历的年轻人 到中央办公厅做主任 符合条件的温家宝被调入中央办公厅 一年后由副转正成为中办主任 温家宝的工作能力 水准以及稳健等 给上司和同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让前几任中办主任 包括杨尚昆 姚依林 胡启力和乔石 对他产生了信任 尤其是乔石 也在九泉工作过 两人在工作上有更多的联系 但是一年后发生的变故 使温家宝的仕途差点截然而止 1986年12月 安徽 上海 北京等很多城市大学生上街游行 要求进一步开放民主选举 保障人权 以及新闻自由等 早就对胡耀邦看不顺眼的中共极左元老派 胡乔木 邓丽群 陈云 王震 薄一波等人 向垂帘听政的邓小平指责胡耀邦 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 胡耀邦被迫于1987年1月辞职 眼看就要树倒胡孙赛 但幸运的是赵紫阳接了胡耀邦的班 他顶着压力保留了胡耀邦提拔的班底 温家宝继续做起了赵紫阳的中办主任 谁也没有想到 两年后赵紫阳也赴了胡耀邦的后臣 在1989年的北京学生民主运动中 赵紫阳支持和同情学生对胡耀邦的纪念 而时任总理李鹏及中共左派元老门 认为学生运动是反党 在赵紫阳出访朝鲜期间 邓小平拍板发布了《四二六社论》 将学运定性升级为反革命动乱 5月16日 赵紫阳在会见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 透露了中共在重大问题上 必须向邓小平请示的党内决议 邓小平因此与赵翻脸 17日邓小平在家召开会议 拍板决定调兵进京戒严 邓家会议之后赵紫阳已被实质夺权 中央办公厅也被撇在了一边 赵紫阳下台已成定局 温家宝很清楚这一点 1989年5月19日凌晨 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探望绝世学生 温家宝站在赵身后的镜头 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办温家宝手下工作过的旅美学者吴嘉祥曾写道 温家宝其实是可以不陪赵紫阳去的 当温家宝向天下展示他那张脸时 可能已经把政治安全置之度外了 他当时那样做选择的并不是阵线 而是做人的良心 在赵紫阳班底大范围被整肃的情况下 温家宝却被邓小平和元老们继续留任 成为新任总书记江泽民的中办主任 一直到1993年 有人说温家宝有两面性 这也有道理 温家宝是胡耀邦挑选的人 他对改革忠诚 同时在8964前的关键时刻 他没有反对邓小平和元老们定性学运为动乱 以及实施戒严 表现了政治忠诚 他冒着政治赔丧的风险 跟随赵紫阳去广场 可见他不是卖主求荣之辈 这些可能都是邓小平看重的 还有一些圈外人则指责温家宝狡猾 没有站在赵紫阳一边力挽狂澜 吴家祥则表示 温家宝是一个兢兢业业做事 克勤克俭 没有政治野心的技术官僚 因为他不会另立山头 他只会补台 不会拆台 谁想治天下 都希望得到这样的人 1993年 温家宝被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成为农村工作小组的副组长 1998年 朱镕基成为总理 他提名温家宝为副总理 主管农业和金融 温家宝沉稳低调 默默协助朱镕基做好工作 朱镕基力推温家宝为新一届总理人选 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 练权的江泽民给新任总书记胡锦涛 埋了很多雷 江时代的政治局 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七常委组成 江泽民有一票否决权 到了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把政治局变成了九龙细水的格局 将两个亲信塞了进去 使政治局变成九人组成 并且变成了所谓的集体领导 胡锦涛没有一票否决权 九名常委中六人是江的亲信 按照举手投票决定大事 结果就是江受了算 在最重要的总理人选上 胡派和江派拼死力争 温家宝成为胡锦涛和江泽民 都能接受的唯一人选 为什么胡锦涛也能接受温家宝呢 在温家宝到甘肃地质队的1968年 胡锦涛也到了甘肃刘家霞水电站 两人几乎同时被提拔到甘肃省府兰州任职 1980年温家宝被调到北京 胡锦涛也被调到北京 胡恩二人早就认识并惺惺相惜 只是他们不曾想到 两个平民会扮演国君和宰相的角色 2003年3月 温家宝成为新任总理 从此与胡锦涛开始了十年政治 在江派人马掌控军队武警和文宣系统的情况下 胡温十年几乎是政令不出中南海 2008年5月12日 四川汶川发生八级大地震 数十万被压在废墟下的灾民等待救援 温家宝第一时间赶到灾区 胡锦涛命令军队总参和武警配合 但是温家宝多次下令军队却迟迟不动 食物和药品也没及时空投到灾区 温家宝气得把电话都摔了 媒体传出 温家宝对散兵指挥官无可奈何的话 我就一句话 是人民在养你们 你们自己看着办 胡锦涛也赶到灾区支持温家宝 过了黄金救援的72小时之后 江泽民的心腹郭伯雄才指挥军队行动 作为完全被江泽民架空的胡锦涛 执政十年只求安稳 他不像温家宝那样要进行政体改革 但是二人在削弱江派势力上完全一致 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打掉了上海一把手 江泽民的死党陈良宇 二是扳倒了挑战中央的薄熙来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 毛左势力甚嚣沉上 薄熙来党羽众多 且有政治局中的江派盟友支持 除了胡温二人之外 政治局其余常委都去过重庆挺薄熙来 储君习近平甚至两次到重庆 公开为薄熙来的重庆摩斯叫好 在呼吻苦无良策之际 发生了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事件 温家宝抓住机会 第一个站出来推动查处王立军和薄熙来 2012年3月14日 温家宝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批评重庆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话中 温家宝提到 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楚 又产生了分配不公 诚信缺失 贪污腐败等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他强烈警告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的成果 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 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 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言论 被美联社一篇报道形容为天鹅临死时发出的美妙歌声 法国一家媒体则表示 温家宝说了很多年都没去实践 美妙无用 一些人是讽刺温家宝是作秀的影帝 另有人则认为 中共党内十分恶劣的政治环境 导致温家宝无法做到 他只能利用机会大胆表露心声 温家宝是中共高层中对政治体制改革诉求 表达的最迫切最彻底的人 特别是他反左和防止文革复辟 在权力阶层中独一无二 这给他自己树立了更多的政敌 2012年10月 纽约时报大篇幅报道温家宝家族的隐秘财富 虽然报道并未指称温家族有任何违法商业活动 也没有证据显示温家宝曾介入 帮助家人投资 但是温家宝一生的轻易严重受损 据悉他当时受到中共党内左派元老们的围攻 温家宝置信中共政治局要求调查自己的财产 他希望借此调查继续要求中共实现 高层领导人财产公开化的政策 一些中国政治分析家认为 这是中共内斗的延伸 中共内部有人给外媒喂料 要搞臭温家宝 温家宝一直呼吁高官个人财产公开 但只有胡锦涛同意 最终虽然温家宝在隐秘财富风波中安全着陆 但在反对他的元老派们的反对下 中共官员个人财产仍然不被允许公开 有人认为温家宝不能实践政体改革 是因为他胆小谨慎 骨子里缺乏破釜沉舟的魄力 诚然如此 但在中共的黑帮帮规和惯性中 资历能力和地位都强过温家宝的胡耀邦 赵紫阳都没尝试 温家宝又怎么可能凭借一己之力 让中共和平转型呢 2021年4月 温家宝悼念已故母亲的长篇文章 被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禁止转发分享 引发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 这主要是温家宝的文章中的公平正义四个字 刺激了执政者 温家宝在道文中的最后一段写道 我心目中的中国 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 那里永远有对人心 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 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 我为此呐喊过 奋斗过 这是生活让我懂得的真理 也是妈妈给予的 温家宝从小经常听母亲给他讲 岳飞、文天祥、诸葛亮等历史故事 他常边听边落泪 下决心做一个有气节 有本领报效国家的人 然而事实证明 他在这个反人道的共产国家 不可能实现公平正义 耗尽一生 不过是为中共的破传修修补补 我深感到遗憾 按照温家宝的理想初心 他这一生不过是中共体制消耗的牺牲品 应该一词 是温家宝对理想破灭的哀叹 也是对中共执政者的盛世谎言的否定 也给仍然幻想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当头一棒 十年过去了 温家宝防止文革重来的预言一见模样 一心想走毛路线旧党而抓权的习近平 在中共烂摊子的死局里 越折腾越恶名缠身 让温家宝现身 以回暖跟改革派的关系 或许是他的算盘 但正如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所说 不管温家宝露面是什么用意 都帮不上习任何忙 更挡不住这个加速师 对中共灭亡的加速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